阿们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五章了 之前我们有讲到 耶稣比先知天使 跟完美跟超越 然后也比圣经伟人 摩西也比耶稣亚 因为耶稣亚带领我们进入安息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我们讲的比较长一点 那么今天希望能够讲短 但是能够讲出 有关于大祭司 为什么耶稣要超过大祭司 好我们来看 从亚伦的职份 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的职份是什么 那么第五章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谈到耶稣是唯有成为永远的大祭司 旧业的大祭司 祂只能够一年一次 旧业的大祭司有软弱 旧业的大祭司会犯罪 但是我们的耶稣 祂不会犯罪 因为祂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道成罗斯的时候 祂也没有犯罪 好我们看 所以呢 作者他就要带出 为什么耶稣会成为永远的大祭司 而耶稣基督 因为祂又不是立位人 祂又不是立位自派 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西德 麦基西德是谁呢 从哪里来的一个麦基西德 等会我们讲 耶稣成为永远的大祭司 祂甘愿恕不神的旨意 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基督的职份 是比亚伦更加超越的 more perfect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讲的很容易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但是这一句话呢 当我们讲 耶稣的基督之分比亚伦更美 哇不得了 这个说法 给当时存有传统观念的犹太人 会给他们跳了起来 会给他们弃了一大把 所以肯定呢 对他们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来的 那我们来看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先 他说呢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祭司是什么呢 我要献上礼物和属罪祭 然后呢 他能体谅那遗蒙和迷失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先要交代好 就是基督是比人间的大祭司 亚伦更卓越 在怎么的情况呢 这里先讲解说 好 人类的大祭司亚伦 亚伦这是第一任的大祭司 是摩西的哥哥 那么呢 亚伦是谁检险的 是神检险的 神跟摩西讲 你的哥哥 你们是立位人 这个亚伦开始他的后裔 都要成为大祭司 其他的立位人 其他的族的立位人呢 他们是做呢 在圣殿里面 灰幕里面服饰的立位人 然后圣经有讲了 每一个支派要来供养立位人的需要 以后呢 立位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耶稣亚也有特别的地给他们 所以他们是服侍神的人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 神卷选的仆人 立位人 是有能供应的 所以在教会 神检险的牧者啊 神检险的这些 全时间来服侍神的人 大家要照顾他们 他们才能够好好的牧养大家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亚伦虽然是大祭司 但是一样我们知道的 他不是完全人 其中一个例子 摩西有一次的 上了西乃山 多少天呢 四十天周月 不是一天两天 他们在那边等 我们的领袖上了山 怎么没下来啊 是不是给野兽死掉了 是不是给神惩罚死掉在山上 哇 他没下来 也没有手机啊 也没有办法联络他 如果我们要上去 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山这么大西乃山 不懂他在哪个角落 如果我们在这里等 也不是办法 对不对 那弟兄姐妹 我们会不会来个情况 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啊 你在哪里 我祷告了 等一天 可能上帝 没有听到我们祷告吧 我们就说 哎呀 等我祷告了一些东西啊 祷告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又没有答案 祷告了三个星期 我们又没有答案 祷告了四个星期 又没有答案 上帝你去到哪里 你是不是不见了 就好像摩西上了西乃山 不会下来的 那我们就讲 上帝好像不见了 那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 到到觉得神明听祷告的时候 没有感觉的时候 慢慢慢慢 我们的心就怎么样了 冷淡了 冷淡了就不去教会了 也不读经 也不祷告 然后呢 我们的事情 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就像当时的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看不到摩西的人影 他们认为摩西已经死了 因为四十天了 所以他们就想怎么样 我们看到 有一样东西 我曾经讲一篇道 就是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但是他的心没出来 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是出了埃及 离开了世界 受洗了 但是我们的心还没受洗 所以圣经保罗常常强调说 我们受隔离的 犹太人很多人受隔离 肉体的隔离 但是你的心要被圣灵受隔离 如果你的心没有被圣灵受隔离 你的肉体受隔离有没有用 没用的 弟兄姐妹 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实体的意思就是他们已经离开 不再做 如故了 就好像我们已经信主了 有神而你的身份了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感觉神没听到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离开神了 就像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 他们去重拥亚伦 亚伦 你的弟弟去了哪里 我们的领袖去了哪里 你看不见的 摩亚找他找不到 要不然好不好 你去造一个金牛犊 造一个金牛犊 来让我们拜 为什么 我们要记得 以色列人的心 还是住在埃及里面 因为埃及是拜各种各样的兽 我相信可能他们当奴隶 对牛比较熟悉 因为牛 有牛就可以耕田 有牛你可以去卖 可以去吃 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出埃及的 他们满头脑 明年都是钱 钱就是他们的神 钱就是他们的 golden calf 钱就是他们的 金牛犊 所以很多人信了主 我们还放不下 我们的金钱 我们知道 钱是没有钱 什么都不能 对不对 你们认同吗 钱 没有钱 我们什么都不能 但是 要有神 我们才能够 万万都能 钱 虽然很重要 但是钱不是一切 钱买不到平安 钱买不到美满的婚姻 钱买不到填满我们心中的空虚等等 钱是很重要 钱是很重要 但是钱绝对绝对不是万人 但是我们有神 我们都得到一切 所以结果这个领事 亚伦却虚伏了 中庸百姓 就造出的金牛犊 所以这里要带出一点 就是 大祭司自己也有软弱的 大祭司也有软弱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了解一点 在教会里面 牧者有时候也会有软弱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 故此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先祭属罪 这大祭司的尊用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造 像亚伦一样 大祭司的尊用 不是自己得到的 好像我们当牧师 不是我们自己疯自己 我是牧师 那我就自动变成牧师 不是 是神呼召我们 我们本来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要做东西 但是上帝呼召我们 要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 放下我们的事业 这里说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先祭属罪 就是祭司是为人先祭的 他不是比你更厉害 我们常常看到牧师 我们会很害怕 哎呦牧师来了 就比方说你小祖 牧师来拜访的时候 不然间牧师走进来 哎呀牧师来了 牧师来了 我们觉得害怕 我们觉得哎呀 我们好像很差 都不是 牧师跟你 我要告诉你 我必须告诉你 重复一次 传到了牧师 我们都跟你 是一模一样的 你会伤心吗 我也会伤心 你会沮丧吗 我也会沮丧 你有软弱吗 我也有软弱 我不是巨弃人 我不是属灵的人 我不是走路 踏不到地的人 我们也没有什么 特别厉害 我们也有软弱 只不过 我们是蒙神捐血 所以大祭司呢 是被神捐血来 怎么样呢 为人属罪 宁百人的软弱 除去世人的罪 所以众人的软弱 大祭司可以体谅吗 可以体谅呢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你软弱 我们不会体谅 我们不是 不吃人间烟火的 你吃饭 我也吃饭 我不是吃空气的 那弟兄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 教会的领袖 牧者 教目同工 教会的知识长 他们都是 办理神 属神的事情 但是 每一个人 都有缺点 都有软弱 所以我们常常 不要不小心 把压力放在 教会领袖的儿子身上 儿女身上 牧师的孩子身上 有时候我们看到 可能牧师的孩子 比较顽皮 在教会跑来跑去 可能你会骂他 你是牧师的孩子 你不要弄弄跑 你知道吗 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们就会感到压力 他们就会感到压力 不小心 有时候牧师的孩子 到长大之后 他连教会他都不去的 他离开主了 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 讲话有时候 不小心 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你是牧师的孩子 怎么样你SPM 考不到一个A的 弟兄姐妹 他是不是牧师的孩子 跟考SPM五个A 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他也是人 他有时候也有懒惰的时候 那么我们更应该怎么样 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祷告 更应该鼓励他们 所以我都鼓励传道的孩子 就是跟教会弟兄姐妹 都是一样的 他们生活在一起 所以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过去好多 在教会里面 我们没有好好的 来感受牧师的孩子们 所以以致当今 很多的教会的牧师的孩子 都受伤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教会牧师的太太 师母 还有师障 大家都要特别的照顾 那么亚伦为自己献祭 表示他怎么样 他承认他有罪 他有缺点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 神的那个完美的期待 投射在教会的牧师身上 你是牧师 你一定要怎么样 是的 没错 我们是牧师 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 做得最好 成为弟兄姐妹的版样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 可能真的一杯奖章 都一杯不出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个礼拜要讲什么的时候 真的软弱透底了 有时候到礼拜五晚上 跟你讲 礼拜六就要讲到了 那个道还没出来 不知道要讲什么 每一次可能做牧师的伤心 悲人误告 变成误解的时候 自己躲在厕所里面哭 躲在自己办公室里面哭 伤心没有人知道 他都有软弱的 但是我这样分享 不是来麻烟 也不是告诉大家 哎呀 牧者有多软弱 是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牧者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 你们需要人去照顾鼓励 牧者也需要人去鼓励时候 所以当你刚讲的时候 常常去关心 尤其是牧者的师母 关心牧师的孩子们 来鼓励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仰的对象 我们的焦点是耶稣 不是教会的长老 不是教会的领袖 不是教会的组长 所以很多人常常把焦点 没有放在耶稣身上 放在组长 放在领袖身上 当然这些组长领袖 软弱的 离开神 我们也更做软弱的 这个是错的 我常常告诉教会弟兄姐妹 我的工作 我的责任就是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不会特别说 你一定要怎么样 哇 就把我捧得高高 在我们教会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我们常常要成为神的仆人 谦卑 服侍大家 是的 我们虽然是领袖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 能够跟从我们 尊敬我们 但是我们不是那个焦点 耶稣才是那个焦点 耶稣才是叫人得救的焦点 不是牧师 所以这个我们要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神的儿子基督呢 是以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为大祭司 那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耶稣基督不是 由 耶稣基督是由太制派 他不是立位制派 对不对 只有立位制派 也不是全部的立位制派 都成为大祭司 立位制派当中的亚伦的后裔 就是亚伦以后的孩子 孙儿 都是大祭司 都可以有这个做大祭司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己荣耀的大祭司 乃是在乎像他说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敬得生你 那耶稣基督今天能够成为大祭司 不是按照人的立法的这个安排 透过立位的亚伦的后裔 乃是怎样 这里说乃是在乎像他说 这个他是指谁啊 指父上帝 乃是照着父上帝 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敬得生你的那一位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今天能够成为大祭司 是谁设立的 是神所设立的 是神所设立 His position is established by God alone 所以神设立他 神一定要有一个规则来设立他 对不对 神是按照什么规则 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为永远的这个祭司 大家你还记得吗 在创世纪十四章 有一次呢 摩世出去 对不起 是亚伯拉罕出去打仗的时候 那么呢 亚伯拉罕就怎么样 就来到 就见到这位撒冷王 这个撒冷王呢 就是麦基喜德的 也带来怎么样 带来酒和病来迎接他 然后要为亚伯拉罕祝福 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 把他得到的十分一 就是十分里面拿一份 献给麦基喜德 这个就成为了 旧约这个incident 旧约这些事件 就成为了信业里面的耶稣 就是按照麦基喜德的 这个怎么样 因为亚伯拉罕 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 这是一个族长 一个族群的领袖 但是呢 又被这个撒冷王来祷告祝福 然后又带来 饼跟酒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应用在信业里面 这个饼跟酒是 一表圣餐 一表圣餐 一表耶稣的身体跟血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我们会说 从哪里有什么凭据 说耶稣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呢 我们就用已经解经的方式 什么是已经解经 就是这段经文 不是我们去用灵意解经 随便弄弄弄解 随便弄弄解 我就举个例子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什么叫做断章起义 有一次的 有一个教会 他们就上了营顶营会 营顶高原 马来西亚这个避暑的地方 营顶高原 然后那个讲言一开头就讲 哇我们感谢神 我们来到营顶 营顶是上帝的置身所 营顶是基隆坡很高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来到一个很高的山上 营顶就是神的山 这个这样讲有一点勉强 就是营顶是指神的山 我们只能够这样讲 这个有一点的意表性 就是以现在一个意表 但是我们能够说呢 营顶是指神的山 圣经没有这样讲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讲 我比较小心在这方面 但是我比较先着 虽然我也有用灵异解经的方式 但是我都是用的时候呢 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 我都比较稳定一点 我不会随便就这么讲 那么呢 这段经文在诗篇110篇的第四节 第六节就说呢 你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这个就叫做以经解经 这是我要解信业的时候 旧业都已经讲了 或者是另外一段经文都已经讲了 不是我自己讲 是圣经自己证明 就是这样 Let the scripture confirm itself to prove whatever we explain is from the Bible 这是已经解经的方式 所以耶稣基督成为 曼基喜德等次 成为祭司是怎么样 是神自己设立 神自己证明 所以没有的好 We don't have any ground to argue 我们没有的好作 不是不是这样讲 没有 不是我们不是乱讲 是圣经讲的 所以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 是神所使利 is god is established by god 是永远的 是不用其他人去 怎么样呢 去祭祠的 耶稣就是那一位 所以耶稣特别不特别 肯定特别啊 所以神的儿子 是以麦基喜德等次 成为大祭司 不是以利为人 不是以利为人 因为耶稣基督是有道自拍嘛 而且呢 我们以经解经的方式 在诗篇第二篇 第七节 圣经讲 你是我的儿子 我经得生你 这是呢 天父呢 特别的指定 耶稣是他的儿子来的 所以基督为大祭司的源头 是父神 这是大祭司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七节到第八节了 那基督以神的心意来顺服 作为他的心意 耶稣基督既然是以麦基喜德的等次来成为大祭司 然后我们刚才讲 地上的大祭司也有软弱 对不对 也有软弱 然后我们来看第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基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 弟兄姐妹 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有什么东西 可以想起 或者是所谓的以经解经 好 非常厉害 大家一下子就想到 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在克西玛尼盐的时候 Gasimony The Garden of Gasimony 他做什么 他流泪 为什么耶稣流泪 因为他不想上十字架 弟兄姐妹 我们要了解 上十字架不容易的 耶稣在想我都没犯罪 为什么要我上十字架 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 父啊 父啊这苦悲 我不想喝 我不想喝 他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not my will but let your will be done 父啊 如果可以的话 可不可以拿走这个杯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会问 有时候我也会问 父上帝啊 如果可以的话 好不好 不要让我当牧师 当牧师不容易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父神啊 好不好 让我不要去跟这个人 去跟这个人讲 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不容易 如果我跟这个人讲 这个人可能会反击 可能会不舒服 可能会讨厌我 但是父啊 如果你要我去跟他说 就证他的话 就给我力量去做吧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有时候我们很不愿意 对不对 不容易啊 神可能要你去救这一个人啊 那个人是顽固到不得了的 对你来讲 你简直是把你送死了 去那边你讲他两句 他讨厌到你半条命 讨厌到你一世人啊 但是你还要做吗 还要啊 神还要我们去做啊 因为神爱他们 神爱这个姐妹 神爱这个弟兄 所以神要我们去做 我们也怎么样 我们只好硬做脸脾气啊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给我们用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了解 在罗马统治的时候 大祭司是由罗马政府挑选出来的 不是在按照立位 当政治跟宗教挂钩的时候 宗教就不再真诚了 宗教就被政治利用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大概了解 某某国家 我们所熟悉的 某某国家 包括我们靠近 我们自己的国家 在某个程度有时候呢 就正教合一的时候 就会不小心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祭司是被当时 罗马政府所显出来的 所以在真理上 因为有时候呢 会有政治考量 他就会做什么 做了一些妥协 就会做一些 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一个基督呢 真正的大祭司 在苦难当中呢 要反倒积极 所以呢 以这个角度来说呢 通常呢 不鼓励教会 大大的先讲 政治的东西 教会就是 敬拜神的场所 教会不是 什么政治的会堂 讲堂都不好 因为这样呢 我们会让弟兄姐妹呢 困窍 不是说我们 不看中政治 教会弟兄姐妹 基督徒也应该看中 但是教会 不是讲政治的地方 教会也不是宣讲 政治的地方 我们不小心 我们可能会 引来很多 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呢 当我们讲道都好 我不会在讲台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要嫌什么 做什么都好 因为教会里面 都有不同政党的会员 所以 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姐妹 为国家祷告 祝福 成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有大学的时候 你就去投票 就是这样 那我们不会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大家就明白 而我们讲回来 耶稣基督 能够成为真正的大祭司 在苦难当中 他可以选择离开神 对不对 他遇到苦难 但是他没有 他反倒吸取 希伯来说 他纯性顺服 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是 他活在肉体的时候 有软弱吗 有啊 他大声哀哭流泪啊 但是呢 他就求这位父神 父神有没有帮助他 所以这里说 第八角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应所受的苦难 谁都顺服 那耶稣基督 虽然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没有说 Oh I am super Christ I am super Jesus 没有 我不是超人 耶稣基督 他跟你一样 他活在 他道成肉身 他手臂割到 会流血 他会痛 他会哭 他会伤心 但是他一样 他东西他做到 虽然他受苦 他还是顺从神 所以他说 父啊 这苦碑 如果可以拿走 拿走吧 但是呢 不要按照你的意思 按照你的意思 这一点就够我们学习的 耶稣基督 他就顺服了 因为他的顺服 就让 就成全的救恩 就让我们呢 他这个救恩 就成为永远救恩的根源 使到我们接受他的人 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救你 因为每个人都有犯罪 满足不了罪的代价 但是唯有没有罪的 耶稣为我们死 才能够满足到代价 大家了解了吗 好 最后一点了 十一到十四 论到麦记喜得 我们有好学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有人 将森严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 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 冷意的真理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了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得通达 能分辨好待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讲讲讲讲 麦记喜得 忽然间就插了一个 经文起来 其实呢 这个作者其实也挺了解人性的 因为他们知道 犹太人不容易接受 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 所以他说呢 如果我讲到 麦记喜得这些话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会 can't imagine can't understand 他会觉得 我很难明白 牧师你讲这样的东西 我不懂得怎么明白 OK了 他就暂时 暂时他不讲了 他说呢 他怕大家听不明白 亚伦为什么会 比麦记喜得的 等次来的低的课题 所以他暂时 转移这个话题先 他说好 我等一下再讲 第七章的时候再讲 OK 但是他现在要讲一件事情 他说 为什么我认为你们听不明白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本来你们应该 应该要听得懂了 因为你们属灵的听节迟钝 你们无法呢 领会跟圣一层的属灵的意思 他就形容了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当时的犹太人 虽然他们是犹太人 熟悉摩西五经 但是他们对真理还不能够真正的领摆 好像个婴孩 只能够怎么样 吸奶而已 只能够吃奶而已 只是能够领摆一些 圣言小学的开端 就好像你信主 信了十年 二十年 你的程度还是在初心般 只是信耶稣 得救 读圣经 但是你不能够被训练成为门徒 你不能够训练成为一个领袖 因为你只是停留在基本福音的道理而已 祷告 感谢主 只能够每一天感谢主 吃早餐 吃午餐 吃晚餐 其他东西你都不会 所以这里舍姐说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是师父 又说 对你们看你们学习的态度 等等 你们应该是成为师父了 就看你参加小组 参加那么久 学了那么多东西 你应该成为组长了 为什么你还是成为一个组员呢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感觉 我们在教会来 教会二十年 二十五年还不成长 我们应该 其实对不起我这么说 在这段经文 其实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作者 其实要告诉这群犹太人 你们修修啊 你们像小朋友 修修啊 什么修修的意思啊 very shy啊 你们在教会这么久的 还是普通弟兄姐妹 还没有成长啊 你们修修啊 那些刚刚来教会 三年四五年的 就已经成为组长了 被训练成为门徒了啊 其实呢 这个作者 他直接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教会这么久 你应该成为 一个领袖啦 按照你的资格 应该是教会的长老了 有资格做老师教导人啊 为什么你还成为 一个吃奶的人 什么都不懂 牧师说去猜偶像 你都怕了半条命 就会说 哎呦 我怕的 那鬼跳在我的身上啊 哎呀 弟兄姐妹 有时候啊 我告诉你啊 你当牧师 有个给你气死啊 有时候来 弟兄姐妹 在教会已经三十年 还没有成长啊 还没有好好追求神啊 有时候呢 我们真的要好好审查 我们自己 我们在教会那么久的 上年那么祝福我们 我们真的要把生命献给神 来为神的国度 贡献 成为神国度的祝福啊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普通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要熟练神的话语 去帮助其他人成长 不再做婴孩 要长大成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认同吗 我们要长大成人 所以我的祷告是 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每一天你们学习的时候 你们要长大成人 成为你教会的祝福 成为你教会牧者的一个孤立 一个祝福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